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三番市经济面临重创 市长布里德在今天召开的疫情报告会上表示 预计城市未来两个财政年的预算赤字将从11亿元增加到17亿元 不少小商业遭受打击 为应对该挑战 布里德特别和市参事会主席于鼎昂合作 宣布成立新冠肺炎经济复苏工作组 专门负责为恢复本地企业与就业而做出努力 减轻已经受到影响的最脆弱人群的经济困境 复苏组成员将来自企业 劳工 非牟利组织 社区组织 宗教组织 艺术 以及城市部门的广泛利益相关者 目前针对小商业三番市已启动 1000万元小商业紧急贷款资金 100万元用于扩大此前的新冠肺炎企业救市基金 该项目目前已经收到超过2000份申请 除三番市本地外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 4月2号起 周内年应税销售额低于500万的小企业 首5万元销售税 可利用12个月免息付款计划支付 纽森介绍 3月12号起 加州已经有超过190万人递交失业救济申请 上周平均每天收到11.1万份申请 表示经济影响十分深远 联邦层面的援助也已开始 即可申请 薪资保护等项目 有需要的小商业可以关注以下的信息汇总 除政府援助外 三番市还建立Give to三番基金 鼓励个人或组织捐款 用于城市应对各种危机 感兴趣的可发email 我们会进行通过一项 我们会进行通过一项 我们要向一项支持一项 对我们要做的 努力是什么 因为这个将更加越难 真正的事情 我们会进行通过一项 是最后会设备一项 能够支持一项 领备一项 领备一项 and just really trying to push for a more positive outlook on things because there will be a time that we will wake up and life will be back to what we know and love.